你的善良要有锋芒 你有没有发现善良的人心都很暖 他们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哪怕为难自己也要想法帮助身边的人 善良的人心都很细 他们总照顾着别人的情绪 以你受委屈的是自己 却第一时间想到别人会不会难过 也许是习惯了对别人好 你常会忽略自己的感受 有时你知道别人是想占你便宜 你也知道别人不是真心把你当朋友 他们只是觉得你好说话 只是看中了你的善良 但你没有戳穿 你还是能帮就帮 没有太多怨言 你说你不想得罪人 你说你害怕被孤立 可是有人战乎过你吗 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很多 有人喜欢你 有人讨厌你 你没有办法做到对每一个人好 也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都是真心爱你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选择 与舒服的人相处 对讨厌的人远离 或你自己觉得开心自在的生活就好 没有必要为便利别人让自己受尽委屈 看过一段话 善良是很珍贵的 但善良要是没有长出牙齿来 那就是软弱 你的善良要有锋芒 不要把时间浪慰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对爱你的人请心相助 对利用你的人勇敢说不 对利用你的善良要有锋芒